大家好,这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份工作是轻作业的工作 那么什么叫做轻作业的工作呢 就类似于在工厂或者是在仓库做运输包装的工作 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份工作的话是做家庭用的剪刀的工作 然后这个工作的话要招政社员一到两名 然后工作地点在祈福县的官室 然后工作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 然后给予就是工资的话每个月15万5000到20万 然后每年都会有奖金 日语能力的话日常绘画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是对这份工作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来参加我们公司的说明会 然后我们公司说明会的话是在 公司说明会是在每周一三五的11点 然后二四六的一点下午1点钟 然后当天参加完说明会之后会给您张黄色的卷 拿着这个卷就可以参加面试 然后您要是还想要知道详细信息 可以给我们公司这边打电话 这个是我们公司电话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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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